你好,我是刘天 如果你是住在吉隆坡 你一定听过陆右路 交来陆右路 如果你是住在交来一带 说不定你还是天天 使用这条路上班上课的 陆一路这条路 是从中华大会堂 往交来的方向 其中经过徐伦中学 中国小学 Viva Home 一直去到交来路 除了吉隆坡有陆右路 在文东也有一条陆右路 在新加坡也有一条陆右街 这些街名都是为了 纪念陆右这个人 在这个地方的贡献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陆右 陆右是 广东江门赫山人 生于1846年 足以1917年 他是著名的 企业家 金融家跟慈善家 说实在他的出生 并不很好 出生非常的卑微 13岁就卖猪仔 校到南洋来 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后来呢 就储蓄了一笔资本 自己来创业 因为他这个眼光独到 他善于经营 所以他很快的就把 很多的事业建立起来 那个时候他的业务很广泛 包括有矿业 最主要是锡矿 还有种植业 工业 金融业等等 陆右在他那个时候 是马来亚最显和 最富裕的这个企业家 老一辈的华人 你一定听过 广义银行 它是陆右在1913年 在金融波创办的一个 华资银行 马来亚地交本地银行 广义银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获得这个英国政府的许可 发行银票 这银票上面呢 上面还有标示这个 东兴隆陆右的字样 这样子一个流通的货币 一直到1941年 在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 才被废止 文东有很出名的文东江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 文东也是出产锡矿的一个地方 文东的开发 跟陆右有很大的关系 陆右因为他是一个 开采锡矿的人 他后来知道在文东有锡矿 但是文东在哪里呢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荒山野外 在离开金融波一百多公里 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一个地方 他取得这个英国政府的同意 在那边来挖矿 可是道路非常的不方便 于是呢 他就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来从吉隆坡 来开发一条路到这个文东 所以这条路呢 就是从吉隆坡去到巴当嘎里 然后再去到咕布巴鲁 再去到文东这条路呢 当年是由陆右来开发的 他开发了之后呢 就引进很多的劳工 很多的这些商业活动 也是在那边开始的来进行 所以呢 文东的开发和陆右有着密切的关系 陆右他本身也热心这个工艺慈善 他对吉隆坡写兰一代的贡献非常的大 包括这个同山医院的成立 陆右是主要的创办人跟自助人之一 在那个时候有维多利亚书院的创立 也是陆右是主要的创办人 新加坡的莱佛寺书院的创办 陆右也捐资来协助他来创办 另外在吉隆坡的这个尊孔学校跟昆臣女中 陆右都是最大的建筑人 其他的这个建设包括这个 这个西兰俄中华大会堂 广西兰俄建国广照会馆 以及这个广东益山的创立 他都是出钱出力的 除了在马来亚贡献 杰出他对香港的这个社会的贡献也很大 在1916年的时候呢 这个陆右建筑50万的这个大员 来帮助那个时候的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投桃报李 为了纪念他的贡献 就盖了一座棕楼 命名为陆右堂 并在这个建筑前树立他的铜像 在1917年 这个香港大学 还特地的从老远的香港 来到吉隆坡 颁发一个荣誉法学博士给陆右 表彰他对香港大学和社会的贡献 1903年英国政府为了表彰 陆右对社会的贡献 把吉隆坡一条繁忙的道路 命名为陆右路 所以我们现在使用这一条陆右路呢 其实是超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粮 下次我们经过陆右路的时候 一定要感恩先辈 为我们打下这个安定繁荣的基础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